so that's the outside 整部外面的环境 你看 是这样的 一个弧形的花园 然后这边是这个楼台 是这样的 楼台 那这个呢就是这个门 138你看 这边这样一栋楼 然后这个一栋楼 这边一栋楼 是从这个门进去 进到里面以后 然后从这边进来 这边有楼箱 这个是楼箱 然后这边这个门 这边是一个 entrain foyer 然后这边这个门进来 楼上可能在 西村 然后这个门进来以后 你看层高是非常高的 ok 从这边这样可以看出来 这边是进门的一个 foyer ok 层高很高 然后进来以后这边 是厅 光线也很好 层高也很高 很宽敞 然后这边又过来是餐厅 很方正 很方正 很方正的房子 那我说的话 比如说油漆啊什么的 你看这些油漆有点显旧了 看到吗 看 然后还有这边 窗台上的油漆 就会有一点点显旧 啊 对 它不是完全是新房子 ok 结构非常好的 然后这边过来 ok 这边是厨房 ok 我把这后门开下来了 后门是到这个停车场的 这边是进入公共区域 这边就到停车场了 ok 然后这边过来 然后这边过来 你看我说火车轨道就在这个树的后面 看到吗 ok 然后 厨房装修的是很新的 层高也很高 ok 电器都很新 啊 然后 这边进来有一个全位的厕所 还有洗衣房 啊 也挺大的 然后这边还有个pantry 放额外粮食的地方 ok 然后这边过来了 回到正门这儿 这边还有一个厕所 有架子 是这样的一个厕所 ok 然后从这边过来 它这边是一间房间 一个像书房一样的 啊 这个french door可以这样的观赏 就可以作为书房 好 作为房间也很好 然后呢 后面这个是它的衣橱 ok 衣橱 好 然后 这边过来啊 可以说这个就是火车轨道 你看 后面看到吗 音乐医院能看到 其实没有什么声音的 啊 因为它仓数很少 然后这边过来 这边还有两间卧室 一间是这间卧室 ok 也是很方正的层高很高 ok 双床是没有问题的 还有一间是这个卧室 也是很方正 ok 然后它地下室 然后它地下室 纯东西的地方 刚才那个管理的那个经纪 跟我说它会去稳住 其中一个移植 不大 啊 但比较深 啊 你听到吗 刚才就是有一趟 绿线过去 啊 几乎就很快 一秒钟这样子就没了 啊 这边还有一个移植 ok 基本上就是这样子 它有两个停车位 ok 好 回到这个厅这里 这样子 卧室两边两个 这一个啊 这边这样的厕所 厨房那边还有个厕所 就是这样子 非常亮 非常亮